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星期一的Live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部書 蠻有趣的 就叫做《你有多治律就有多自由》 這部書我覺得蠻適合大家 你可以不用買了 你聽完我講就可以了 治律這件事其實對於每一個人來說 你聽下去你一定會知道是什麼 對自己要有Discipline 要管理自己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講成很容易的 做就是很難的 還有很多人有沒有做過 但是在我的人生生命中 這個作者叫小野 他自己自稱是知心自律達人 他就足夠有這個資格出一部書 我覺得真正的知心自律達人 那個應該是我媽媽 我媽媽的自律的情況 簡直是如來佛祖練到第十重 即是如來神長練到第十重 他的自律真厲害 所以由他一手調教我我弟弟 其實真的我們的自律 就算學不到這個如來神長的十重 都學到七八成 所以可以跟大家 一直講這部書的時候 分享一下自律對我的人生 到底有多大的幫助 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其實任何成功的人士 或者做得好一點的朋友 其實他未必比你更加聰明 但是他一定比你更加勤力 他一定比你更加精準 對自己一定是更加有要求 其實這些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自律 自律我自己的形容 就是對自己發動的戰爭 你想想對自己發動戰爭 是一件多難頂的事 自律其實你要明白 就是這個世界上 就是所有事都要有所取捨 因為時間有限 資源有限 精力有限 所以自律其實就是一種的取捨 將你自己個人利益 最大利益化 是將你自己最大利益化 就是一些阻礙你前進的事 你就不做 其實這個就是自律 所以如果你是晚上不睡 去wag 跟朋友吹水 半夜三更玩 clubhouse 玩到好夜 這些 這些我基本上完全不做 雖然我開了clubhouse 但我基本上不做 因為為什麼呢 你時間只有這麼多 每人都24個小時 你又不是神 神都是 可能他只有24個小時 你又不是神 你如果時間你愛做這些事 其實你真的睡少了 你睡少了 其實有很多很大件事會發生的 第一件事 就是對於女生來說 其實你最好的補品 最好的美容護膚品 其實莫過於是你睡覺的 你睡得夠 你的人是精神很多 你的人是老 是老慢一點的 所以有很多 那些太太 為了要保持美 其實他們吃很少 但他們睡很多 Rigis 是真的很有用的 吃得少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有很多 譬如我以前 我認識楊永強醫生 他過午不食 他開刀做手術的 身體其實會習慣 你過了一小時後 就不吃東西了 但是沒有問題的 你不會餓死的 你身體是可以習慣的 其實吃得太多 反而是令到你的 Organs 是老化得很厲害 因為他就在聚餐 這樣做 所以吃得少 是沒有問題 但睡得不夠 就很大問題 所以 其實第一件事 如果你任何的美容貼士 那些護膚品 買成萬元一瓶那些 其實告訴你 沒什麼用的 只要你睡得夠 比你打什麼BOTOX 做什麼美容 這些都不夠你睡得好 所以如果你做得多 玩得多 半夜三更還在玩Clubhouse 不睡 就叮叮叮叮叮叮 我那些 大哥你就糟了 你肯定 皮膚不會好 你肯定老得快 所以睡得夠是很重要 所以其實自律簡單來說 就是一種的徐蛇 把你自己個人的最大利益化 你只是做一些對你利益最大的事 那這個其實是自律 那這件事 其實是放諸四海界 都是對的 自律 這個其實不單止是控制你自己睡覺 你第二天睡醒 你精神充沛的時候 你做事都會醒神一點 人家叫你做些什麼 你反應都快一點 你想想不夠睡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樣子 不夠睡的時候 你和我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什麼樣子 自律是包括很多方面的 包括在情緒上面 都要有一種自律的 所以我還沒說 有很多人 如果他身邊有很多朋友的 如果你和你男朋友 你和你女朋友相處得好的 你和你老公老婆相處得好的 都證明了 你這個人 在情緒上面都是自律的 情緒上面的自律 就是說 人家對方做錯一些事 你想要爆他瓶的時候 很想爆他瓶 但你都會好一好 那這個其實你身邊有多少朋友 其實就可以看到你情緒 有幾大的自律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好像林鄭那些 很明顯 每個人都不想和他一起做事 那這些就是情緒上不自律 就好像葉劉那些 為什麼經常不斷說一些 令人 你又說這些 但你在BNO的問題上 不斷在誅香港人 然後在新疆問題那裡 現在新疆還有一個很紅的中國女明星 很明顯就變了 你要知道這個是沒有種族滅絕 這些如果連最後一個維吾爾人都沒有 陳志雲說得對 這叫絕種 不是叫種族滅絕 這個問題就是 不是很自律 他肯定很想做特首 如果你這麼想做的時候 你便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都需要控制自己 就算你多恨多想多生氣 多想爆人樽也好 其實你都要有這個自律 這個無論是在 慾望情緒金錢感情 在你困境上面 就算你放負能量 你在那裡慎 你在那裡咬人 你在那裡怨天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有自律 所以這些是缺一不可的 OK 剛才我講的 情緒 慾望 金錢 感情 或者在這個困境裡面 你在那裡吐苦水的時候 這些你都是缺一不可 這個自律也是缺一不可的 OK 所以呢 這個世界上面 其實他這個就是分享 我覺得這個是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書你可以不用買 你純粹就是聽我說 還有呢 又要先做一做我的宣傳 請大家支持我的patreon 因為接下來我們3月5號 就會有第二次的patreon 的gallery 所以如果你現在加入我們 這個25元的membership 這個DIP membership 或者加入我們的年費 不僅有discount 你也可以參加我們 接下來3月5號的新春團拜 這個就詳情上我的patreon那裡 就去看了 那好了 他本書裡面都講 這個世界上最難的事 其實比六合彩更加難的 其實是自律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除了肥之外 是沒有東西容易的 你看喝水就可以肥 吃多兩塊朱古力又可以肥 現在過年了那就糟了 肯定是愈肥了很多 所以這個世界上是沒有東西容易的 只有肥是最難的 只有肥才是最容易的 所以其實自律是一種堅持 譬如你們有些朋友問我 你怎樣可以讀書看得快 我也是說 其實我沒有任何可以 插手就做得到的方法 我只是一個很老老實實的堅持 就是你每個星期都看 每天你都看一些書 就是每天 我以前小時候 我意思是自己課語 不是讀書那些 課語每一天都看一個多兩個小時的書 現在忙就做不到 但是每個星期都最少看一兩本書 這個pattern就是保持自己這樣做 你做一下做一下的時候 其實你的理解能力 你理解能力高的時候 你很快可以看下一頁 如果你看完之後看都不明白 你沒有這個興趣 你就很難看快 因為所有事情 講到尾就是一個堅持 其實自律其實就是堅持 自律其實你就是要堅持 你要自己做這件事 就是我吃少一點 我要減肥 這個是自律 但是你堅持不到 其實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這個所有事情 這個世界上 其中一件事 就是比樂俠財 中獎更加難的 就是堅持 但是優秀的人 所以我剛才這麼說 所有成功的人 其實他會把這個堅持 就是這一種的自律 他是將它 進了下意識 進了前意識 他自然會自己知道怎樣做 他不需要特別去煞車 當然踩油是最過癮 但是煞車 其實是最難的 至律就是叫你煞車 在適當的時候你要煞車 還有你是 consistently 去煞車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把它 好像做成你練琴那些 你手指肌肉 自然你練得多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那首歌 尤其是彈快歌的時候 你就不用看譜了 你就知道你的手指 肌肉應該是在琴劍邊下 那這些其實是 沒有得快的方法 是只有靠你 是年年月月 天天去練習才有 所以當你一個人 有自律的人 你這個意識 就會進入你的大腦裡面 你就可以辭之而言 所以在這個AIA裡面 那個廣告 就是張家輝 和這個農夫 師君 就是今早有酒 今早聚 李伯被人打賊 其實是對的 因為今早有酒 今早聚 其實這句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你是在透支你的未來 你明白嗎 每一個人 其實你都有一張無形的信用卡 如果你能夠省著花 那你的錢就可以有時間花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斷地去放縱自己 情緒可以放縱去到最盡 金錢放縱去到最盡 慾望放縱去到最盡 感情男女關係 又去到最盡 其實沒有的 你現在每一個人 尤其是我最近 聽很多朋友說 很多朋友聊天 大家都很同意一件事 就是每一個人的結局 都是你一生行為的狀況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去到你玩 玩玩玩的時候 到最後你就不要怨 為什麼我又老又殘 一無所有 因為這個是你選擇的 你不斷在那裡透支自己 不斷在那裡透支未來 那沒辦法 我身邊其實之前 也有一個朋友 早兩年過生 是跟我同年幾的 那個時候 大家又是剛剛入行 我就做新聞 他就做Bank 他很快就已經上到很高級 在香港 一間很大的國際銀行 上到很高級 但是我最後這十年見回去 我就嚇了一跳 大家同年幾 他完全是脫掉頭髮 是男人來的 脫掉頭髮 然後他是像一個六十幾歲的男人 即是六十幾 然後我說 為什麼這樣 每一次見到他 他都是喝到啪啪褲 都是任何時間見到他 他都是喝醉 我心想你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他後來也離開了那間國際銀行 他那間國際銀行是很大的 很International 越做越小 做一些Local Bank 後來早兩年 我就聽他說 就是因為他癌癌 就是肝癌 飲得太多 肝癌就過身 這件事 其實是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他小時候 好像我們小時候 他很精彩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透支了 你的生命就只有這麼短 所以其實 所有事情 都是大家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要一個什麼東西的生命 就是你自己去一個的抉擇 而且你要明白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社會變化得太快 好像佛家經常都說 人生無常 人生無常 小時候我聽的時候 就覺得聽故事這樣聽 到現在我這麼大 就真的覺得 真的超有道理 人生真的這麼無常 就好像某一個 報業集團的大老闆 就是星島 突然之間 為什麼會便宜賣公司呢 就是有很多 坊間有很多的傳聞 就是你會覺得 哇 沒有可能那件事發生 為什麼今天會發生呢 你說香港這樣 香港一直都非常之好 是不是 香港一直都 一百五十年以來 哇 真是日日都是 晶晶日上的 但是這個世界上 原來真是花無百日紅 人亦都無千日好 就是原來 那個cycle是會轉的 就是你沒有想過 在我有生之年 會見到 香港突然之間 就是由東方之珠 變成 就是 那麼暗淡 然後現在的人 各個都要想著走 但是這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世界呢 是非常之無常 這個世界 也都不會因為你不肯面對 因為你不開心 而停止轉變 所以如果你要學習這個 面對這個無常的時候 其實都是 其實怎樣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由自己做起 就是說你自己 都要學會智律 智律怎麼可以面對 面對無常 智律是對面對無常 很重要的一件事 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跟你說 譬如現在香港 有BNO5加1 加拿大 加拿大也是推出了一個 很flacible的 scheme 就是 30歲到35歲的年輕人 如果 你們在加拿大讀大學的話 你們現在可以 不需要有工的 你現在直接拿一個Visa 馬上就可以走了 三年你就可以在那邊 你自己運工 那當然 其實這個 可以入籍 又或者 你不在加拿大讀書的 但是你有加拿大大 大學 Equivalent的學位 就是學歷 其實你已經可以走了 你就是30歲到35歲 那就是這個 完全是pay for 你那個 BNO5加1 即是不能達到 或者沒有BNO5加1 那些年輕人 那你想一下 你 你看 香港 上天就很公道 他關你一道門 就會開你一道門 香港現在這樣的情況 他給我選擇你 上天開一個選擇給你 給你可以選擇去 at least 你不說其他 at least 現在眼前看到的 有個英國 有個加拿大 那好了 如果你要去外面 重新生活 你真的選擇去外面 重新生活 為什麼和你的自律有關呢 第一件事 你有沒有儲錢 就是多多少少都好 你怎樣都要儲些 那起行 人家叫什麼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打仗都是的 凡事你身邊有個錢 你才可以動的 是不是 那你平時有沒有自律地 儲一下錢呢 我自己就有的 就算我多大小之餘 我怎樣都會 就是 預算一些救命錢 就是just in case just in case 的時候要用的錢 那所以呢 我是有的 那所以呢 那你有沒有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說 那譬如好像你學好你的語言 那其實加拿大又很寬鬆 即寬鬆到 即你的英文是怎樣 其實他都不在乎 其實基本上就是 就是給年輕人走 就是完全是 給一條路 就是35歲以下 但是 又拿不到BNO 即那班的年輕人 如果你真的需要 覺得要馬上要走的話 是有一個方法 給你去走的 那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沒有說要考你英文 但是Fact就是 那你去到一個英語國家 那難道你天天都是講廣東話嗎 你明白嗎 那你怎樣生活呢 就是你是生存不到的 那問題是 所以呢 其實生存 那個的 每一個人的生存 那個的技能有多高呢 其實都是看你平時 你對自己有幾自律 你對自己有幾多要求 就是譬如說 我有一定的儲蓄的 我的語文能力是高的 尤其是譬如好像我做新聞的時候 就是我一定是很清楚 新聞第一件事 就是中英文要好 因為其實你是理解別人的說話 再output別人的idea 講給牛頭角順數知道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語文能力 理解能力的一個測試 你要理解到對方說的話 再用最簡單的語言 講給牛頭角順數知道 所以這個理解能力 跟你的語文基礎的根本 其實很有關係 所以你中英文一定要好 所以這個就是對自己的要求 那麼問題就是說 人生無常 現在去到這個世界大變的時候 拿起手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那你就會很徬徨 其實所以自律 不是幫別人 是幫你自己的 就是現在香港突變 你有這個BNO不介一 你有一個加拿大那個 只要你是 加拿大大同學的學籍 那樣的學歷 你都已經可以三年Visa 去加拿大工作了 去找工作了 去嘗試在那邊生活了 現在有這些options 開放了給你 但是問題是你怎樣去拿呢 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 你過去有沒有這個危機的意識 就是儲定一些 萬一走老的時候需要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講一下 因為我媽媽很厲害的 就是我媽媽呢 由頭到尾 就是從小到大 她那種的危機意識 是很強的 就是她經常都會想 如果萬一有火災 有些什麼不可抗力的因素的時候 要走老了 有些什麼東西要收拾的呢 有些什麼東西要拿起就走呢 然後 譬如 萬一就 t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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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譬如火燭這樣 那消防員就不斷這樣 就射水了 那如果你開了窗 那你家裡就沒有濕了 那我試過一次 以前住舊屋的時候 真的試過一次 就是突然之間 Fly Alarm 我要走路 那時候我養隻白兔 我第一件事 就是拿隻白兔走 要不然會變紅燒兔 那我老爸呢 就拿了身份證 走了 之後就被我媽媽 就罵到廢棄 他說你們兩個真的沒有用 第一件事 走 首先要關掉家裡的窗 萬一 而人家噴水的時候 你家裡不會濕 你不會濕 要不然你家裡寫到濕了 保險賠給你 你也沒有用 然後你才拿身份證明文件 拿錢 然後就是 確實在家裡是沒有東西 那你就走了 所以 那時候我都很小的 那時候我都還在讀書 那時候在讀中學 那第一件事 就拿隻白兔走 然後我媽媽說 你真是神經病 這樣說 那anyway 所以這一件事 就是 這個 都是自己的危機意識 那這件事 其實是 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今時今日 這個世界變得太快了 就是沒有人幫到你 其實唯一幫到你的人 就是 你自己的 其實幫到你的人 就是只有你自己 如果你生活得太舒適 你太過不想變化的話 其實生活是會鋪一些的陷阱 給你踩屎的 那 就是它會陷阱你的 就是你 你過得太好 你什麼都不去想的時候 就是很安逸 是在過現在的生活的話 其實這個這樣的生活 是會鋪一些陷阱去陷阱你 那到時候 就是你哭都太遲了 那所以呢 其實它就說 弱者就是拒絕變化強者 其實從來都不怕去變化 甚至是去主動 是去 smell到有些不妥 他們就要求自己去 make a change 那 which is 這個都是 make a change 其實說到尾就是 變化與不變化 就看看你口袋有多少實力 口袋有多少實力 其實就是什麼呢 不只是錢 是 除了是譬如你的儲蓄 你的金錢 你自己的實力 實力是你的學問 你的求生能力 或者你不一定是學問 不是一定要什麼畢業 碩士畢業 博士畢業 而是你有一門很強的求生技能 譬如你煮到一手好菜 或者你的手藝做得很好 好像小時候看阿信都是這樣 阿信是做頭髮 幫人做頭髮做得好 有一門很強的手藝 其實呢 只要純粹做到最頂點 其實你就可以了 你就清黃了 不需要你那件事 是問你會不會是很 minor 你做到最純粹的話 你就比所有人厲害 只要你厲害 你就一定有繁殖 你一定生存得到 所以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washiwashi 什麼都不是in nowhere的話 其實你應該是擔心的 因為這個世界變化得很快 真的只有強者才可以survive 我都說了 現在BNO 現在加拿大讓你去 但是問題你去 我經常都說了 移民這個決定 其實是要很仔細去想的 千萬不要人去 你又去 最後你決定在哪裏生活 都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你可不可以生存 生存到才可以生活 所以這件事可不可以生存到呢 這個就是要問一下你自己過去 你到底存在的實力有多少 這個不單止是金錢 包括你的學問 包括你有每一門的手計 還有你的心理上 不能夠去接受 突然之間所有地方 不是跟你說廣東話的 不是跟你說你母語的 全部跟你說英文的 你可不可以接受這些 change 就是有些人很萌失的 就是他的Way of living 是不可以改的 那如果不可以改的那些人 其實你很難 其實很難去適應的 就是好像 如果我爸爸的話 我一定不會打算叫他移民 就是after all 他年紀都很大 就算他年輕 我也不會覺得他適合移民 因為他是一種很傳統的Way of living 他很會去自己的Style 他每天的Pattern都是這樣 如果你要叫他去改變 其實他也很辛苦 所以這些事情就是很看個人 所有事情都是可不可以變 什麼都可以 其實這個世界上怎樣都可以 問題就是你有沒有準備 你有沒有心理準備 所以他說這個世界上 某一件事是基因特變的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靠你自己 一直去積累 主獨是尋求變化的人 其實生活中是很少的 如果你能夠狠心逼自己 走出這個 comfort zone 而且可以持續提高 你對外適應的能力 你想想 你可不可以為了 例如keep feet這樣 天寒地凍 你五點鐘叫自己起來去跑步 你可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有些人就是因為他很認真 他很有自律 他連業餘的事情都做得很好 為什麼我說我媽的自律性很高呢 就是我從小到大 我媽其實每一天八點半就睡覺 其實現在睡晚了 每天晚上八點就睡覺 所以我家八九點已經關燈了 我在樓上要很安靜 不然就會吵到樓下 我媽是幾點鐘起床 我媽以前四五點就起床 現在晚了一點 現在是五點多 未夠六點就一定起床 她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 她是 至少從我懂性到現在 她從來沒有停過一天 是早上做早課的 她每一天都是早上五六點起床 就是念經 她一念念成兩三個鐘頭經 到我起床 八九點的時候 我們就大家一起吃早餐 但其實我已經念了兩三個鐘頭經 我經常覺得 任何宗教都好 你是什麼教都好 如果你能夠這樣 持續寄你 都幾十年了 在我眼中看到已經是數十年了 我覺得上天一定是會保佑你的 因為實在太感動了 實在太感動 你是可以每一天都做的 這個就叫自律 這個就叫持之異行 所有事情都是持之異行 所以我覺得我媽媽是很厲害的 尤其是她現在年紀大了 她開始很容易 對周圍一些東西 是很容易有感應的 譬如看到一個人 好的那些 她就未必感覺到 但是我身邊有些朋友 有些什麼事情 會出什麼事情 當然我不會知道 但是她會感覺到 她會看到一些 vision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跟她那種持久的行心 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那你問你自己 你做不做得到 我絕對做不到我媽媽 那個 我都說她是如來神掌 是練到第十重 那我就做不到的 但是我at least都做到七八成 因為不斷被她鞭撻 都做到七八成 at least 譬如好像我自己 都每天唸經 除非我很趕的早上 或者很趕的晚上 或者很晚回來 我就唸不到 否則其實都由我讀書 其實由我到中學開始 其實我都是早晚唸經的 好像她那樣完全不修任何 那我又做不到 但是我由中學開始到現在 都幾十年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自律 我又不可以說我們做得很好 但at least 我是朝著這個方向做 這件事情 就是當你每一年做 每一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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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不斷地這樣掃 我媽媽經常好笑 她說你不斷地掃 佛祖都被你掃到煩 她都會回應你的 她都會盡量去答應你的祈求 不可以說所有事情 但她一定會答應你一些事情 所以她就在書中這樣說 她說最愛的人一定是自律 就是好像黃飛情書那首歌那樣 就是你不懂得愛自己 你怎麼可以愛你身邊的人 就是你來檢視一下你自己 如果你對自己身體很不在乎的話 你怎麼可以照顧你身邊的人 如果你對自己的事業很不在乎 你怎麼可以有足夠的錢 去照顧你身邊的人 那所有事情其實是 這個世界上 不需要怨天由人 所有事情都是由你自己出發 所有事情都是你的決定 你今天過什麼的生活 完全是你自己的選擇 不要怪那天 那天就沒有什麼關係 所有事情都是你自己的決定 所以她說一個人是否自愛 其實你一眼就看得出的 which is true 譬如如果你自愛的 就好像我這樣 我就一定要確定自己 睡夠八個小時 甚至最好睡到十個小時 那我要怎樣才可以令自己很夠睡呢 那我就做事做得快一點 我會很專心 就是我不搞手機 就是不去 無緣無故去搞Facebook 搞IG 搞Clubhouse 雖然我開了 但我不是特別 不是很活動 那原因就是 因為我要在我 最有精力 最好狀態的時候 做了一些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之後 我會爭取時間給自己休息 那爭取時間 每一個人告訴你 其實你都要投資未來 每一個人 這個很重要 在我們這一部分完成之前 跟你說 每一個人每一日 你最少都要有兩三個小時 是投資未來 什麼叫投資未來呢 譬如你讀書 你譬如學一個手藝 譬如學一下琴 或者學一下畫 又或者學一門你自己喜歡的手藝 which is 這一件事 現在對於你來說 未必可以generate一些價值 你當作是一個興趣 但是只要你持之以行 就像我媽媽那樣 天天念經 就是由我小到大 現在我都40歲 就是她未間短過的 那我也說了 就是上天怎樣 都會回應一下你的 因為心誠則靈 你可以天天這樣做 我媽媽也是這樣 我爸爸也是這樣 他們兩個是自律王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其實應該由他們兩個出本書 就是自律那個程度 真的嚇死你了 我告訴你 所以你每年每月去做的話 你剛剛做的時候 你見不到有效果 但是你每年每月去做的時候 你的效果就會出來 就是每一個人 其實都應該 每一天都有兩三個小時 真的完全屬於你自己 不要搞電話 不要搞IG 不要搞Facebook 不要無無畏畏去Clubhouse那些 去搞 那你純粹就是做一些 做你自己的手藝也好 喜歡看書也好 投資未來的東西 你將來 你一定會得到回報的 我是300% 可以肯定 你一定是會有回報的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個部分 точ好 謝謝你 謝謝你 有請有信 謝謝你 有請